继续来关心是昨天指挥中心公布的案924 她也是不逃群聚感染当中染疫护理师案839的阿姨 而她也是案870的媳妇 外界质疑说这个个案到底是被谁传染的 指挥中心表示案924的血清抗体 IGG跟IGM都是阳性 研判已经感染了三到四个礼拜时间 而且从资讯来看 被案839感染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有专家认为像是变种病毒的传播速度是比较快的 指挥中心可以考虑在隔离期间 第七天就裁剪一次来增加PCR检验的次数 透过CT值的改变来确认感染的状况 不过指挥中心认为 等到居家隔离期满再裁剪 这样的效率应该就够了 案924是木桃群聚中染疫护理师案839的阿姨 她也是案870的媳妇 同一家人在相隔半个月后 再度出现确诊个案 外界关注到底是谁把病毒传给案924 推测案839传给案924的几率最大 看看案924在这个月1号喉咙痒 4号裁剪时的CT值是32 5号在采CT值是34 而她的血清抗体检验 IGG和IGM也都是阳性 指挥中心推估她早在3到4周前就已经染疫 回头检视这一家人染疫时序 在案839护理师染疫后 同住的四位家人 包括阿嬷案870和阿姨案924 还有哥哥和爸爸 都分别在家中以及其他地方进行居家隔离 由于后来案870又验出确诊 相隔半个月后案924也确诊 国内有专家建议因应变种病毒的传播速度比较快 指挥中心可以考虑增加PCR检验次数 在隔离的第7天就采检一次 才更能掌握感染情况 针对D614G跟L45R的一个同时突变 我们是不是应该修改我们的一个PCR的检验的一个频率 是不是从14天变成7天 这样才能够透过CT值的改变 来确认她的一个病毒的感染 有症状那就要采 那没有症状 居家隔离满的时候我们再采 那这样的效力应该是够了 指挥中心强调 现有的采检频率已经足够 不会改变现有的采检措施 但能否有效防堵疫情变化 也成为关注焦点 记者赢不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